接下來我們來看如何把這個專案轉換為enjoy 所以這種書外面的書裡面也沒講到 因為很多書要不就是講Java的 要不就講enjoy的 很少有講Java又講enjoy的 即使有講他也是把它分開講 像我之前有提過有一本那個上課張稿用書 那個陳慧安寫的那一本 他就是前面講Java也沒講到怎麼轉 他就是Java講完之後就講enjoy 其實也是分開來講 並沒有把它中間要怎麼轉換的流程 沒有交代得很清楚 所以這邊的話我把之間的差異跟各位講一下 另外各位如果要參考 因為最近我上課也都會講到這一些 所以我會把我有寫部落格文放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所以如果你們要看的話請搜尋 吳老師就會找得到了 我最近上課的東西都會放上去 你可以看一下Java如何轉換為enjoy 除了我們上課之外你也可以直接上去看一下 反正這東西對各位一定有幫助的 因為現在產業界非常需要 第一個就Java工程師 第二個就enjoy工程師 剛好排在蠻前面的 不是數一就是數二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產業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在這方面多花一點時間 那即便是你沒有直接興趣 你可以間接性 因為這個產業間接性也很大 你可以不一定是call it 你可以當業務人員 或者是當其他行銷相關人員 其實也都需要這方面的知識 好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樣可以把像這樣的專案 本來執行之後呢 它是在Swing上面 要把它換在哪裡呢 換在手機上面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牽涉到一些東西 我要show在哪裡的問題 那當然在enjoy裡面呢 最簡單就是跳一個什麼 跳一個toss 你們考試的時候好像有 應該不知道有沒有意義一下 toss 有個吐司有沒有 那個吐司就是 像烤麵包烤好一樣 咚 跳出來 然後停個三秒鐘就不見了 就類似像 不過那個toss其實 有個缺點就三秒鐘就不見 它不能夠一直停在那裡 如果你要一直停在那裡的話 你可能要換另外一個 比如說換成什麼 換成 Earn Dialog 好像我們考試的時候有考到 那個110題 就是toss跟Earn Dialog 都是變化題 不過這部分的話 考試歸考試 但是實際上用的話 你也可以 你能不能馬上用出來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第二個訊息的顯示 那第三個當然你可以show在什麼呢 show在那個layout上面 你乾脆放一個testview算了 直接show在testview上面 也可以啦 反正怎麼做呢 我想第一個 那你就會稍微麻煩一點 你第一個要先確定一下 你的這個新件 這個東西有沒有出來 如果沒有出來 有的時候有同學 就是安裝ADD 安裝好之後 這個東西居然怎麼樣呢 沒有顯示